追尊溯源碳产地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美食 但是您真的了解它吗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春季元气食堂助力营养健康 俗话说呀 每逢佳节胖三斤啊 这是好多朋友春节之后的困扰 你说过节了 面对这么多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是吧 可是呢一说减肥吧 只能吃菜叶子 习惯了大鱼大肉根本没法接受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的元气食堂啊 主打一个贴心 推荐大家春节过后来点肌肉 高蛋白低脂肪 做法也可以多种多样 尤其是我今天给您推荐两种 身怀绝技的记号 是营养滋味同时兼顾 跟着我们的苏元小分队赶紧去 看一看吧 要说到有营养的肌肉 好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散养的土鸡 听说四川省广原市的剑阁县 有一种会飞的功夫土鸡 被称作剑门关土鸡 那这种鸡除了身怀绝技以外 鸡肉的味道如何呢 营养价值真的更高吗 让我们跟随苏元小分队前往功夫土鸡的原产地去看一看 会飞的土鸡究竟能飞多高 鸡肉怎么吃更健康 您说这个就是您的功夫鸡 对 这就是功夫鸡 看起来和普通的土鸡也没什么差别呀 而且这里看起来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鸡场 丝毫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这功夫鸡不会就是一个噱头吧 都说这个间隔的鸡会功夫 它到底这是会什么功夫 它会轻功啊 会轻功 对 您说这也太玄乎 这是什么轻功 会飞 我们本来还期待着 这传说中的功夫鸡到底会有多厉害 可这么听起来不就是会飞吗 这鸡都会飞 我们鸡飞得高啊 鸡还能飞多高 既然大家伙都一再强调 这本地的土鸡会飞 那咱们就来测一测 这鸡到底可以飞多少米 也不算咱们白跑一趟了 我刚才看这个有鸡上墙了 我量一下它这是多高 一米四 这个是你们这个土鸡一般飞的高度 这不高 太矮了这个 我们的鸡随随便都能上来 一米四小菜一碟 对太简单了 它们还调不起这高度了 这个太矮了 据了解 普通的鸡一般都可以飞一到两米高 所以飞个一米四 对于建门关土鸡来说 确实也是轻轻松松 不值一提 您知道刚才那只鸡飞多高了吗 看这儿 比我还高的这个高度 我们量一下啊 一米七多了 这都算高吧 这不行 这也不行 对 这土鸡飞上来也挺不算高啊 这太轻松了 如果这个高度也轻松的话 那建门关的土鸡 究竟还可以飞多高呢 你看到这个架子了吧 我看到了 这个为什么在鸡舍里面 会有这么一排架子 因为这是给鸡睡觉用的 我们的鸡都可以 很轻松就跑到上面去了 两米五 这个已经算计你们鸡飞得差不多 飞高了吧 不是 这太简单了 我们鸡可以飞悬崖峭壁 我们承认 这建门关的土鸡 确实是飞得不算矮 但也没必要说大话吧 这鸡怎么可能在悬崖峭壁上飞呢 各随级 赵雪松逃出了手机 给我们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上 这只鸡 确确实实从悬崖飞了下去 消失在树林里了 赵雪松告诉我们 这是2016年拍摄到的画面 当时它的养殖场离悬崖不远 后来因为养殖难度大 离旅游景区太近 多少有些不方便 所以搬来了这里 不过 即便养在这样的山林里 建门关土鸡的功力 也依然不见当年 没想到 这建门关土鸡的轻功 竟然如此厉害 还真的会飞烟走壁 您瞧 这群土鸡从这样的山坡上飞下来 完全不在话下 这要不是亲眼所见 还真的有些不敢相信 建阁县山区林地较多 放羊场地很宽 长期如此 便形成了建门关土鸡 爱跑善飞的可行 这飞翔能力我们见识了 那它们一天能跑多远呢 我们将记不起 随机带在了一只鸡的脚上 以一天为期限 看看它究竟会有多大的运动量 不过 在绑记不弃的同时 我们突然有了一个发现 这在山林里 来回飞跑的建门关土鸡 貌似有点特别 仔细一看 大部分土鸡都戴着一个类似眼镜的东西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给鸡戴上了以后 它就是两个鸡它互相看不到 它就把眼睛给它挡住正前面了 防打架的眼镜 对对对 它戴上以后 它就互相看不到对方了 鸡两个鸡打架 就是因为它正对着对方 看到了以后 它就互相打斗 如果戴上这个眼镜 它看不到对方了 它就不会打了 飞沿走必会轻功 打架斗狠 不含糊 这建门关土鸡的本事 着实不小啊 养殖户告诉我们 这也得归功于 他们每天的运动量 在山林间飞来跑去 想不厉害都难 天也渐渐黑了下来 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建门关土鸡一天 到底能走多少步 四周都是黑区区的 又是在这个林子里面 这是到了吗 到了 这有一种这个 错贼心虚的感觉 这边吗 对 studying 竟数不就是 我们在这里 竟数不就是 而且 挺神秘的 我们在这里 中文很像 您查看 expense 您从这边 tête 抓到了 他晚上怎么会那么乖 他晚上就不跑了 因为他眼睛看不到 所以就晚上抓鸡 是最轻松的 对 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五步 这个鸡现在走了一万多步 对 建门关土鸡之所以能飞檐走壁 和品种有关 它是当地一个古老的品种 本身具有运动性强 肉质紧实的特性 当地老百姓 也始终坚持传统养殖方法 建门关土鸡 与普通肉鸡相比 会有什么区别 又该如何识别它呢 小开 你看这两个鸡差不多 但是它不一样 这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土鸡 一个是肉鸡 可是它们几乎是长得差不多呀 对 这怎么看出来的呢 你看它大小 这个土鸡个子要小一些 肉鸡的个子要大一些 可是这两个养的是时间是一样的吗 对 一样的时间 都是多久的 都是150多天 体重能差这么多 对 因为土鸡每日在山中觅食运动 所以生长缓慢 但肌肉发达 我们将两只鸡分别称重 土鸡的重量确实明显小于肉鸡 除此之外 两只鸡还会有什么鉴别方法呢 土鸡的头要小一些 肉鸡的头要大 这只是土鸡 对 它相对的这个整个的头都比较小 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肉鸡 对 还有一个是这个鸡关 这个鸡的鸡关 它虽然身体小 体型小 但是它的鸡关不小 这个鸡虽然它的个子大 但是它的鸡关没有多么大 一般的话 即使是这个 我们在市场上看到 长得一模一样的 但是通过这些 就也能看出它们的区别来 对对对 因为间隔土鸡的生长周期长 运动量大 在天然的环境下饲养 摄入的食物也更加自然健康 所以间隔线的土鸡 脂肪含量更低 肉质营养含量丰富 味道也更加鲜美 优质的食材有了 那怎么吃鸡更健康呢 鸡肉的选择呢 最好选向鸡胸肉啊鸡腿肉 在烹调方法上来说呢 我们不要额外的再过多的增加油 和糖增加额外的能量 所以像这种蒸啊炖啊 这些清淡的烹调方法 很适合我们减肥收身 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要把量控制好了 想要美味和营养坚固 合适的烹饪方法少不了 今天就给您推荐两道 简约而不简单的鸡肉制作方法 第一道菜 白果炖鸡 先将斩切成块的鸡肉焯水 加入少许料酒和葱姜 去腥增香 下面就该配角 白果出厂 白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和不饱和脂肪酸 与肌肉是绝搭 再放入少量鲜韵米段 不仅可以增加鲜甜的味道 还有保值的口感 最后加入秘密武器 当归 配合白果 可以起到润肺补气的作用 这样一份味道鲜美 营养滋补的白果炖鸡 就做好了 如果您觉得白果炖鸡 过于清淡 那烧鸡弓可能更适合您 鸡肉炒至变色 只需加入皮线豆瓣酱 无需其他调料 鲜香滋味 自然渗透 土豆 藕片与鸡肉的碰撞 总是让人惊喜 赏心悦目 美味升级 尝烂了土鸡肉 再品品乌鸡汤 乌鸡汤是滋补良品 深受大家的喜欢 要说到乌鸡汤的选材 大名鼎鼎的泰河乌鸡 您一定听说过 和溯源小分队 在网上查询泰河乌鸡时发现 价格相差很大 便宜的仅售二三十元一只 贵的则达到四五百元一只 我们前往江西省泰河县 开启溯源之旅 正宗的泰河乌鸡 有什么标准 鸡汤比鸡肉更有营养啊 在武山附近 我们发现了一个乌鸡养殖场 老板邓师傅 正在接待买乌鸡的客人 你这个鸡是养了几年的 养了三年的 三年的老母鸡 你这个价格怎么卖 这个三百块钱一只 可是客人看起来 对这只鸡不太满意 怎么这么用啊 客人被眼前这只小巧的乌鸡 吓了一跳 个子这么小的乌鸡 真的值三百元吗 我奇怪 我以为那个 还没养大的呢 不是 它只能养得这么大 正宗的太和乌鸡 白毛 乌皮 乌骨 绿耳 看什么 绿耳 虫冠 可以可以可以 那行 我准证给你 邓师傅说的白毛 乌皮 乌骨 绿耳 虫冠 难道是区别太和乌鸡 和其他乌鸡的标志吗 外头的乌鸡跑得太欢 不易观察 于是 我们跟随邓师傅进入鸡舍 不料在鸡群之下 暴露出惊人的一幕 你看 这只鸡怎么会睡啊 怎么睡呢 你看看它身上有伤口没有 没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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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得了什么病啊 病死的 不会 对 我看到 你看它的那个嘴巴 那个眼睛都很干净的 干净 不是病死的 不是病死的 既不是受伤 也不是病死 离奇死亡的乌鸡 让整个鸡场弥漫着不安的气氛 这鸡到底是怎么死的 等我们在外头查看一圈 再次重新回到鸡舍时 问题出现了 哎呀 这里一只狗啊 这里一只狗 好 有狗跑进去了 对 赶紧我现在抓回去吧 吓着 吓着乌鸡不行 赶紧把那些乌鸡吓得不行了 鸡身上没有伤口 说明乌鸡不是被狗咬死的 那么小狗仅仅是闯入了鸡舍 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呢 这个乌鸡胆很小的 你就拍个手掌 它都会受惊 都会堆起来 刹到以后那种鸡踩机就把它踩死 因为乌鸡的胆子较小 容易受到惊吓 造成损耗 这也是乌鸡饲养难度大的原因之一 但是邓师傅告诉我们 他有自己的独门办法 没过多久 整个养殖场响起了音乐声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邓师傅提议我们做个小测试 看看会发生什么 现在是没有音乐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我准备了两个疼 待会我会敲击它们 看一下这个乌鸡有什么反应 室外散哑的乌鸡被吓一跳 那么室内倦哑的乌鸡 听到突然的声音会是什么反应呢 是不是特别强烈 你看 开始跑 它都快点砸堆了 不能拍下去 拍下去又砸堆了 接下来我们播放音乐 听过音乐的乌鸡 会有什么变化吗 现在这个林子里已经放了一阵子音乐了 我们再敲的话乌鸡会有反应吗 再试一试啊 好像不怎么有反应 它们没有跑动 甚至有的都站在原地都不动 根本没有吓到它们 没反应 适当的音乐 能有效缓解乌鸡的应激反应 乌鸡不再那么容易受到惊吓 除了胆子小 太和乌鸡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呢 邓师傅告诉我们 太和乌鸡原产于太和县武山北路 此时那里正在进行鸡王鸡后的宣拔比赛 可以去那里找答案 我们就是请了下面的农户 把我们的鸡收上来 我们来选鸡王跟鸡后 我们准备高价回收 多少钱啊 一千块钱 之前邓师傅开价三百元一只 已经很高了 到这儿怎么更高了 这一千元一对的太和乌鸡 到底什么样 这鸡为什么这么金贵呢 此时比赛已经到达高潮 赛场上只剩下三位村民的乌鸡 一针高下 我们家公鸡恐有力 这身单里的很强的 这位小伙儿士气十足 他家的乌鸡 可是一对身强体壮的业务型选手 我们家这个鸡子好 可以买八百块钱吃 大爷家的乌鸡 不容小觑 居然开价八百元一只 它羽毛很好 很白 大姐家的乌鸡 可算是乌鸡界的颜值担当 决赛还没开始 现场已经弥漫起浓浓的火药味了 一组业务能手 一组身家不菲 一组颜值担当 这三组乌鸡 到底谁能成功夺冠呢 大家一次把自家乌鸡 放进笼中进行评选 现场十位评委老师们 到底会给出什么结果呢 举手表决 第一组 号称一天能下一个蛋的 业务型选手 均获得了三票 到底是什么 影响了他的得分呢 他这个蓝耳 好像不是特别明显 仅仅因为耳朵不够明显 便拿了个低分 看来要拿到冠军 可没那么容易 那么第二组 大爷自称八百元一只的乌鸡 能否如愿夺冠呢 好 举手表决 同意的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这对乌鸡 获得了一半评委的青睐 只要第三组得票没超过他 那么这对身价不菲的乌鸡 便是今天的乌鸡王了 那么第三组得票多少呢 举手表决 有 要三十 高票 钱票通过 第三队居然获得满分 一举多冠 我们外行人看热闹 却不懂其中的门道 在场的乌鸡 明明长得差不多 怎么第三组就轻松夺冠了呢 我们尾巴你看它是一个公鸡 我们的那个真的太乌鸡 它是一个球形 这是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 第二组乌鸡 仅仅因为尾巴上几根杂乱的羽毛 与冠军十只脚笔 那么第三组好在哪里呢 它的黑色程度 以及它外观 都相当符合太后局 而且是我们讲 这几对乌鸡 最漂亮的一对 就是这一对乌鸡 得到了鸡黄 以鸡后 是当之无愧的 看来评委们也是看外貌 外貌对于太和乌鸡 这么重要吗 长得漂亮的乌鸡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选出来的鸡王跟鸡后呢 就进入我们的精英保总库 进行保总育种 原来这场比赛 是当地的太和乌鸡 圆种场举办的 目的在于选出具有 鹰头 绿耳 从关等 十大特征的乌鸡 只有具备这十大鲜明特征 才是原种的太和乌鸡 武山作为发源地 现在已建立起了 国家级保总场 如今 专家们利用 基因检测技术 来挑选原种太和乌鸡 这种更为科学准确的 保总育种工作 让原种太和乌鸡数量 不断上升 对整个太和乌鸡产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优质的太和乌鸡油了 那正宗的太和乌鸡汤 是如何制作的呢 炒过水的太和乌鸡 被码入一个白色罐中 矿泉水没过鸡块 厨师以锡纸封口 放入蒸箱之中 蒸制四个小时 蒸制的时候 在锅口覆盖一层锡箔纸 其作用是防止水蒸气 进入到锅中 最大限度 保持鸡汤的原汁原味和鲜度 那鸡汤只喝汤就行了吗 营养究竟是在汤里还是在肉里呢 鸡汤呢 我们都爱喝也好喝 实际上呢 它只有一部分的油脂 和少量的蛋白质的分解物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 但是大多数的营养 还是在肉中 我们为了补充营养 汤要喝 肉更要吃 所以说 喝汤有滋味 吃肉更补营养 太和的乌鸡也不只用来煲汤 更是吃法多多 乌鸡的每个部位 都有对应的精致吃法 乌鸡爪去骨 成为一道爽口嫩脆的开胃凉菜 乌鸡肉搅碎 制作成的鸡肉丸子 是孩子们的最爱 小火慢煎的乌鸡翅 撒上蒜末 香味四溢 如果说前几种做法 需要调味的协助 那么手撕乌鸡 则完美诠释了 乌鸡肉的美味 最好的乌鸡 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取一只正宗的原种乌鸡 然后隔水把它蒸 10到15分钟 拿出来把它撕成小块 再放一点点盐 一点点蘸料 就可以直接吃了 如果您节后想吃的清淡 又有营养 不妨吃一些鸡肉 鸡肉低脂肪 高蛋白 烹饪方式简单 味道鲜美 是营养健康的好食材 今天的春季吃鸡小攻略 您学会了吗 逆飞冲天的间隔土鸡 不仅身怀功夫 而且还味道鲜美 肉质细嫩 纯种的太和乌鸡 不只能做鸡汤 还有各种创新吃法 营养不流失 味道更香呢 估计您佳节胖三斤这事儿啊 现在不用愁了 元气食堂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最后跟您共享一个健康小口诀 春节过后肠胃疲惫 大鱼大肉体重翻倍 鸡肉蔬菜荤素搭配 重要的还是让您吃的健康又美味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